肖青 其实我发现就今天你在上安马之前 其实还是有一点不是那么轻松是吗 还好吧 其实感觉因为前面可能有一点点小的问题 就有些问题 但是我想只要能成就行 肯定能顶得住 那单向的时候加油好吗 没问题 好的 邹凯 我觉得今天你的自由操真的是我见过最干净最漂亮的 主场优势非常明显 帅 是吗 爽 那你觉得在后面单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放开了 我们已经比得很好了 放开就好了 好的 谢谢 杨威 你是两枚男团金牌的获得者 那你觉得这枚金牌是不是包含了更多的感动和快乐 我想这枚金牌对于我和中国男子体操队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数字 因为我们已经拿到了十次团体冠军 我想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 也是我作为中国体操男队这一份子的一份光荣 好的 谢谢杨威 黄旭 我今天我觉得你在场上不像是在比赛 像是在享受比赛的过程 应该是吧 因为现在我们每次 包括杨威认为我们在这边是表现自己 每次完成自己的训练课 所以我对我们这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那这回是你最后一届奥运会吗 应该是 那会不会很留恋这种比赛的紧张 还有 从开始从准备奥运会到参加奥运会 进了村子每一次每秒都在都在慢慢的去享受它们 好的 谢谢 陈一银 16.575 调换下来的时候这个高分是不是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我觉得能够为团体这个做出自己这个贡献 我非常感觉就特别满意 不管是分是多少 我只是把我自己训练的能够为团体付出就可以了 那我觉得你今天也是非常的感慨是吗 能给大家讲一讲 今年你为了在调环上提高0.1分所做出的努力吗 我想我想所有不只是我的0.1是所有我们所有包括自己老的都非常非常努力 所以说这种结果我觉得非常非常努力 好的 我们期待你在后面的完美表演好吗 好 谢谢 小鹏 小鹏 可以说你拿到过那么多的金牌 真的今天我是第一次看见你在赛场流泪 我觉得今天太不容易了 容易在哪里 因为我们说了我们八年前我们就拿过奥运会冠军 但是我们04年手势力了 我们就像周梦一样 八年又回到这儿 今天拿到金牌那一刻 我一想我就止不住 我知道其实这两年你的脚伤 然后种种的这种挫折 导致你就是无法去参加一些大赛 那么今天来到这个赛场获得了冠军 是不是觉得也是一种比较完美的一个节奏 刚才还有人问我说 两年都没看到我出来 说怕你不出来了 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在赛场上听到最高的这种呼 就是大家的那种喝彩完全都是给你 今天我们觉得真的 站在这里吸到那么多欢呼 欢呼着我们的名字为中国队加油 我们没有白努力 我们真的尽我们最大努力 付出我们也得到了 我们失败过 而且你也是为了男团的这块金牌 放弃了你的跳马对吗 对因为考虑到还是有可能受伤的可能性 难度太大的话会有危险 但是如果你团体出发的话我们就要玩 首先要玩有高的几分 那么就放弃了跳马这一项 不过我对我自己跳马的表现还是很满意 那我想在后面的双杠的这个比赛里面 肯定还能看到你很好的表现 谢谢小胖 谢谢小胖